按了72下 72下 可以吧可以吧 坐後面一點沒關係 坐後面一點沒關係 來 這個很簡單 這個 當然啦 眼睛齁 這個眼睛不舒服 這個眼睛也好不到哪邊去 那是一定的 因為兩個眼睛可以複製 那我們看看齁 我們咧 大家看齁 這邊有個骨頭 你自己摸摸看自己的腳 最前面有個骨頭 我們不是摸這個骨頭 那我們做給大家看齁 先不要站起來 站起來後面看不到 沒問題 沒問題 那我們 幫人家做的人不要說做完了以後 受傷了 這也不是我們要的 其實我們都有方法 什麼方法呢 我們要借力使力 任何東西 要把自己的傷害降到最低 這是我講的手法 這邊有個骨頭 我們斜過來 在這邊的骨頭這裡 摸到這個骨頭到這個骨頭這邊 用我們的這個邊邊 這個邊邊 壓這裡 壓這個地方 痛嗎 壓這個地方 壓的時候 我們所摸的這個 這個是滑過來的 是用滑的 不是這樣喔 這樣沒有力量 滑過來 因為他有穿襪子 所以不大好弄 沒有穿襪子 是很有效的 這樣抓 懂嗎 跪吧 這個不動 左壓的不動 這樣滑過來而已 左壓的不動 滑過來 剛剛 我說我壓了七十二下 真的我有在說 你沒有 沒有做那麼多下 你的效果不可能呈現 痛喔 好 那 這個 他哪個眼睛就用哪個角 來 四十了 會做吧 大家要 隨機要做很有效喔 這個是 看不清楚就把它滑過來就好 小紫的當便 欸 他應該是 如果筋肉要講應該是旁關機 你要不要脫襪子 好 脫襪子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 剛剛這個骨頭在這裡有沒有 滑過來就在這個地方 弄這裡 我的重點在這裡 我的重點在這裡 好 我們這樣滑了 你的二拇指不會痛 你如果用二拇指壓他 你自己會受傷 好 六十 還十二 好 你這邊會比較鬆 有沒有 已經有了喔 遮腳 我給你摸一下好了 不要 不要 不平衡 哎呀 有老公叫老公替老婆做啊 對不對 這自己壓會營養自己啊 好 來 看這裡 來 不要痛喔 這個眼睛比較差 對 他眼睛比較差 欸 這樣壓就能改善 為什麼不做呢 這個眼距離療法 他 他最主要的根基 是根基易經而來 他不是跟 跟傳統經過沒有什麼差 沒有什麼 相關 並沒有資金相關 請問這個跟足底按摩的那個 完全不一樣 好像沒有 不一樣 沒有一樣 位置也不太一樣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他的理論基礎不一樣 因為要發展一個療法 要說服所有的學者 不是有效就好 他一定有自己的理論基礎 他不是全息反應 你的腳底按摩是全息反應這個理論 他不是 什麼叫全息反應 全息就是說 我們腳底下 某個點就是代表我們身體的某個部門 這叫全息 那你可以自己按嗎 當然可以啊 我經常自己按啊 真的 這個 眼睛要好啊 自己要努力啊 大家都知道 老師的眼睛是超棒的 之前老化近視長官300度 現在是1.0 來看一下 你看 這眼睛是假的啊 我現在可以隨便畫眼鏡啊 為什麼 因為我眼睛已經恢復了 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有可為喔 是可逆的喔 不要以為說老化就是那個 是有可逆的 看你要做不做 那這個就是 我們講的喔 這個開關 其實 這是 算是小開關啦 小開關啦 好 那真正眼睛的開關還不在這裡 應該是在頭部 頭部才是真正的開關 老師那如果要自己按的話 是怎樣一個姿勢 蛤 你可以要拿工具 幫你摸 你不要 硬碰硬 用工具 工具自然會找出一個方法 你可以摸點油 用工具 類似像這個 腳底按摩 這種方式也可以 但是就是那個點要壓住 這個 教授呢 他發表了這個 這個叫做絕症大 其實他是這個 集結了大概四十萬人次的經驗 那當初呢 他成立一個絕症的理由 就是因為技術會斷層 第二個 不容易推廣 我們知道訓練一個中醫師 如果要能夠很上手的話 要三十年的時間 信念一個西醫師 最起碼要二十五年的時間 那 這個 這個 覺得這樣太繁瑣了 這個 身體要好 不是這個醫師 是自己要會管理自己 我們所謂的自主性的健康管理 這是我一直在追求 自己要會管理自己 才是最重要 那技術會斷層 這個當初 這個教授訓練了那麼多的醫師 學針灸 最後感拿針的還不到百分之一 那技術肯定要斷層 第二個呢 他如果不容易傳承 也不用談了 不用談了 因為學能技術 真的如果說是很繁瑣 這個學習的人真的不多 這個我們就 就拿這個腳踝痛 那 我們這個是我們的小開關 其實腳踝痛 我們在我們的手上有個點 那今天呢 這個我那個病人的家屬呢 也是腳踝痛 那我就用 我兩種都用 我要測試看看 是不是能夠做到什麼 一穴定江山 如果能夠做到一穴定江山 值得我們去推廣 每個人都可以學會 不需要記很多 你知道嗎 學這個十二經絡 十四經絡 哇 學完了以後又還他 學完以後又還他 反反复复啊 我一個學生學了六十幾年 還搞不清楚啊 這樣是 不叫做傳承 不叫做傳承 來 其實呢 要到那麼的簡單 才叫做 才叫做真正的一個開關啊 以我們的來講 腳踝痛我們在 這個 對側的手 壓一壓就好 這邊有沒有腳踝痛的 我們可以當下 壓一壓 真的很有效 來我們就以他為例 他現在腳翹起來 可能腳踝有問題 這隻腳翹起來 那我們就在他這個鎖 這樣看得到 在這個地方摸一摸 當下歷解 我曾經用這個方法 救過太多人 有人突然 腳受傷了 快過年了 怎麼辦 當下就摸這裡 那等一下我們會教 遠距離療法 不是壓這裡 他還有一個點 太棒了 因為我今天用了 我才更確信 那現在變成說 這個老師在做任何的事情 都會想 有沒有辦法 再換一個點 這個點 又可以很輕易的解決 如果會的話 真的是造福大家 因為長期摸這裡 鎖也受不了 對不對 也是蠻痛的 有沒有比較鬆 有 你看 摸一摸腳踝就鬆 每個人腳踝都有問題 不要以為不會 只是說還看得住 因為腳是支撐了我們 人的整個東西 那這次教授指定的 他要簡單到什麼 沒有經濟基礎的人 可以輕鬆上手 教授真的是這樣規定 我們經常在他的樓下密會 他就跟我講這些概念 那 欸 落枕齁 我們知道齁 這個稍微解架了 什麼叫落枕 很多人把落枕歸罪於 歸罪於這個枕頭太高了 枕頭不適合了 這只是小原因 不是真正的原因 這個我們人啊 天生就有這個本事 什麼本事呢 當你睡一個姿勢 睡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你身體就會動一下子 或翻身啊 或是轉身啊 或是搖頭啊 對不對 你已經失去了這個功能了 一躺 早上起來也是這樣 對不對 那 那 用於 用於句話 叫做 解釋叫做什麼的 叫做去學兩虛啊 去學兩虛啊 好 那 其實我們這邊有個點 大家可以造起來喔 造起來就是你的喔 這點壓一下它就好嘛 這才叫做開關啊 這一點 這個我們在上海 在廣州 從來沒有失效 而且當下有效 這就是開關啊 我們就是要來學這種開關 在幾年前啊 呃 我的學生跟我講 他說老師 告訴你喔 有一個大師啊 他說啊 這個痕痕的那個痠痛啊 只要摸一個點就可以了 那我想說太高興了 這個 這個如果我能夠碰到這個人 就是在高的學會 我都要學 結果啊 大師走望 欸 比如說 你這個膝蓋痛 對不對 如果你是大師的話 你應該在手上一個點 就能夠解決 不應該再講 他不是 他這邊痛 那他 這邊扎了好幾針 這邊也扎了好幾針 這個叫做包圍式的 是所有技術中最下沉的 但是 那已經扎了二三十個針 還沒有到位 不對 不對 不應該是這樣 不應該是這樣 那我看了以後 真的很失望 你失望了以後呢 我就尋尋覓覓 那每一種療法都會去深入 只要 不是太困難 我一定是馬上 深入 然後把它 最重要的 揭起出來 那像繞診 我們透過這樣子 就很快就解決了 再來 那其實我們平地共振 我們做過很多 像植物人 像中風病人 像剛剛的神經病變 像剛剛的小兒媽B 其實 透過我們的幾個開關打開 真的會逆轉 真的會逆轉 那這個 我們這種療法 在全世界都在推廣 那像是德國 美國 馬來西亞 我們都有學生 這個是我們在東廣 我們第一期的私教師 我們私教客人也有教這個 不是只有教死鳥 我們也教這個東西 當初 我們就用 傳承 我們的治癒力開關法 其實很簡單 這個開關療法 說得比較清楚 就是來啟動你 快速啟動你的治癒能力 而且這個治癒能力 快速到令你神奇 才叫做開關療療法 才叫做開關療療法 這個 我們在台灣已經辦了二十三期 那我們第一期 我們的教授是宇慧 宇慧 宇慧沒多久 就回去了 那 接下這個棒子 我們很辛苦 辦了大概 二十三期 我們辦了二十三期 那我們在廣州 我們在廣州 我們也辦 廣州這些都是我學生 你看他們都穿制服 都好年輕 那這些人呢 大部分都是中醫師 中醫師的背景 那他們呢 你看他們的學習的態度 哎呀 鎮定台灣 所有的同胞和人 我們這個 要學不學 好像懶懶散散 這是多麼多麼的 科學 那我們可以播一段 我們再教的請聽 這個 大陸女朋友 他會這麼想學也是有背景的 因為他本身就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他如果沒有突破的話 病人不會再來 不會再來 會引導到你的工作 所以他們的那個旺盛的鬥志 真的 讓我這個覺得說 我這一趟是走對了 走對了 我記得 這個 我們之後呢 我們經常用WeChat的互相聯繫 那他們也很不客氣 他就說 老師 我現在在處理癲癲 可是我已經沒責了 你能不能用你的開關點療法 傳過來 讓我試試看 我說可以 那這時候是一個人對二十幾個人的上課 我覺得最有意義的 我就把它 我要講的話 把它做成泡泡癮的 泡泡癮的 把它轉成圖檔 我直接圖檔給他們 當然 我是寫繁體字的 他們都看得懂 他們照我的方式去做 然後呢 就會訓給我 老師你的方法真的很棒 自從用你的方法以後 他三個月之內 沒有再癲癮 而且 一天比一天好 那對我來說 這是最大的案例 一個傳承者 透過他們 可以做過更多的臨床 我們不需要做啊 他們幫我們做啊 是不是 如果把這一套 全部 這個遺留給下一代 是不是幫助更多的人 這也是 我們傳承者 這個唯一 要做的工作 但是我們在上海 我們上海 人數是比他少 那我們到上海呢 知道 這個要 要踏進一個國度 一定要先來一個體驗之旅 不會是說 他說你這東西很好 他們就心難見說 他一定 這個排出很多陣容 包括 你只能用徒鎖方式 來解決他的一些困擾 那當下呢 這是我們當場 我們在這個 上海 上海的時候的破冰之旅 這個 這個 這個